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班底。 作者是湘江宇,该书由明镜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班底、张杰,下篇执政班底。 关注李克强班底一书之章节,执政班底之韩正,以及后继。 台湾刮起了哈韩风。 哈韩港台这个带有调侃意味的词儿,本指的是歌迷、影迷、追逐韩国的偶像和时尚。 但在2010年4月上旬,哈韩这个词,指的就是台湾包括青年在内的民众为韩正讽模。 韩正应台北市场郝龙斌的邀请访问,参访了台北市、台北县、台中市、桃园县。 邀访单位台北市政府原本希望韩正抵台后,与郝龙斌共同举办记者会,满足媒体采访需求。 但是上海市政府有多重顾虑,未将记者会排入行程。 再次沟通,韩正意外点头答应在晚宴前接受采访。 而且是采用台湾常见的联访模式,让记者近距离围着他,自由提问。 接下来,韩正越来越能融入台湾采访文化。 参观故宫后,在搭乘捷运后,他都在现场接受联访。 韩正访台每段行程都有众多记者追着他,连日大幅攻占台湾媒体的新闻版面,连高收视率的模仿秀节目也在模仿韩正。 记者在不同地方提问大同小异,长相端正,精神饱满的韩正都保持招牌微笑耐心回答。 韩正率团来台采购,金额不大,却在访台第一天,打出漂亮的一张牌,宣布交通营行即将在上海开启新台币与人民币双向兑换业务。 从两岸关系发展上看,它是遵循大陆对台经济让利策略,同时凸显中共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大发展,大合作的和平发展道路。 上海市是台商投资大陆市场主要集聚地之一,台商表达对它的支持是正常现象,倒是官方和民间对它的热情让外界吃惊,为石膜韩正的新闻热度这么高。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称赞他面向长得好,振兴医院董事长孤延卓云说他风度翩翩,不少陆域民众对他喊韩市长好。 熟悉中共党政的人都知道,他并非上海一把手,上头还有上海市委书记于正生。 长期观察两岸政经变化的人士认为,这应该是韩正个人魅力所致。 刮起哈韩风,主要是被他的庶民魅力所吸引。 韩正还到学校、医院、幼儿园会见切余明台北中学生,学生给他欢迎偶像般的热情掌声,听音乐会坐在第八排和市民同车搭捷运,参观台中市环保局清静园区和垃圾焚烧场,对厨余回收、旧衣处理及环保电动车都感兴趣,引来一片赞誉说双城,上海、台北、双博、上海市博、台北花博、双银。 台湾记者注意到,韩正夜逛信义成品书店,在建筑类书架前待了一阵,挑了改造老房子,完成一辈子的梦想,家、复建筑、城市空间治理的创新策略和The Endless City四本,还说怎么看来看去都看到上海。 因为这趟是庶民文化之旅,韩正所到之处没有高强度安保,当一位台湾记者冲到他面前提问,杀时就有几十位记者挤上前,将他团团围住,要靠在旁的郝龙斌从推挤中帮韩正解围。 他撑着伞和郝龙斌冒与夜访台北饶和市场,边走边谈,姿态自然,引来台湾媒体一片撑赞声。 自二天,台湾有的报纸,用了近半版篇幅,刊登韩正撑伞的照片,交口撑许,让台湾人改变了大陆领导人形象僵化的成见。 离开台湾时,韩正说,从上海出发时,带来两千万上海人民对台湾民众的美好祝愿,带回去的是台湾人民的深情有意。 一切始于世博会。 韩正作为上海世博会的东道主,离开台湾时不忘说,欢迎更多的台湾民众,包括媒体界的朋友们,能到上海参观世博会。 世博会是上海乃至全中国2010年的头号重点剧目,也是韩正对外唱主角。 内部,大家都知道,真正第一主角是于正生,得吃重大戏,唱念作打,不能出一点岔子。 韩正2010年3月7日,在全国两会期间,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身份,做客人民网答问,主要的话题就是上海世博会。 在筹办过程当中,和举办的时候,世博会究竟给上海带来哪些具体的机遇? 韩正认为,有这么一句话一切始于世博会,其含义就是,世界上很多新的理念,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很多新的科技,在世博会期间会有展示,引领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一届世博会主题为,城市,150届的世博会,以城市为主题的,是第一届。 他指出,带来的机遇,展示中华文化,同时展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文明的进步,此外,也让上海和中国借鉴,学习人类文明。 韩正不无骄傲地说,数年来抓住契机,在半世博的过程当中,大规模地发展公共交通,实施公交战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解决轨道交通。 到世博会5月1号开园,上海就会有420公里的地铁运行里程,超过400公里的,世界上也就是三个城市,即纽约、伦敦、上海。 上海世博会的选址,和其他国家选在远郊不一样,为时抹选中心老城区呢? 韩正认为,我们申办的主题,就是城市,如何体现? 经过专家的评议,论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借鉴了世界上所有有江、有湖、有水的城市,比如悉尼、巴黎、伦敦,最后选在黄浦江边,因为过去黄浦江两岸都是生产岸线,江边是工厂。 码头、仓库,老百姓进不了水,我们叫还按线,还将鞭于名。 与北京奥运一样,上海世博重于一切的难题,是安保。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时重申,希望上海世博的安保万无一失,这个难题,上海世博比北京奥运更难。 预计有七千万参观者,会在未期半年的世博期间涌入上海,平均下来等于每天有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四十万人进出上海。 北京奥运十八天,上海世博则是一百八十天。 对如何做到万无一失,韩正没有谈得很细,知识泛泛地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老百姓都动起来了,安保肯定就是万无一失的。 大火后,被迫做出深刻检查。 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静安区郊州路728号公寓大楼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58亿元。 大火前一天,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于正生还在上海对口支援的新疆浦泽县参观当地学校。 而市长韩正则是在得知大火发生后,才临时由北京,据说在开会,赶回上海。 在大火发生的头几小时,于正生本人和上海市长韩正都未到现场,知识官方传媒报道两人要求各部门全力以赴,控制火情,抢救受伤人员,切实做好善后安置等工作。 在火灾现场指挥的是副市长沈骏和公安局长张学斌,这可能与刚开始火事不大有关,但给外界的观感欠佳。 直到入夜,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飞抵上海前,于,韩才到现场和医院。 以孟建柱的级别,其实是略低于于正生的政治局委员身份的,但从新闻报道和电视新闻画面所现,孟建柱已成为大火善后的主要指挥者。 他宣布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传达中央指示,开会时,孟居中作首位,于,韩两人分作其左右。 11月21日是上海1115特大火灾发生的第七天。 对于58名遇难者而言,也是中国传统殡葬习俗中头七之日。 当天,大批市民自发汇集在焦州路的失火大楼前献花之际。 民众不满,政府缺乏监管,导致灾害发生,事发后又救援不力,要求官员问责,矛头直指市委书记于正生和市长韩正。 早上,于正生和韩正吉上海市人大政协官员也曾到场献花,静安区委书记龚德庆在现场失声痛哭,却被网民痛斥式演戏。 值得注意的是,在于正生来到火灾现场,向遇难者献花的头一天,网民们开始用对陈良宇的怀念扑面而来,来表达对于正生的愤怒。 也有网文称,陈良宇起先给上海百姓的印象是很不错的,勤奋,有能力,得了他好处的人,至今还说他好。 网友评论说,陈良宇之后,来了习近平,末多久,习近平去了中央,来了于正生。 说实话,于正生到上海,这个名字我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他从哪里调来的。 这个人是好是坏,有能力,还是莫能力,大家都不知道,也不关心。 更有网友写道,我至今不忘江泽民在上海的菜篮子工程,不忘朱镕基硬性解决的特困户住房。 在2011年1月15日开幕的上海市第13届人大第4次会议上,韩正特别提及这次大火,表示对此深感痛心和内疚。 韩正表示,政府对可能影响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的重大问题认识不足,准备不够,措施不实,对已经暴露的问题莫能紧抓不放,彻底解决。 安全生产责任未有效落实,全过程安全监管不到位,企业违法操作,违章作业是有发生,一些制度形同虚设,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和预防手段缺失或没有效果。 全民安全知识普及和演练等方面,不同程度存在问题。 韩正强调,一定要痛定思痛,深刻汲取教训,认真负责细致的做好事故善后处置,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全面加强城市运行和生产安全管理,从严致政,更加勤勉,负责地做好各项工作。 2011年6月9日,国务院上海市静安区郊州路公寓大楼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经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原因、性质和责任。 新华社报道说,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意见,依照有关规定,对54名事故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 其中26名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绩处分。 给予上海市副市长沈俊行政绩大过处分,同时责称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市长韩正分别向国务院做出深刻检查。 书记换了三任韩正,仍稳坐泰山。 大事件,杂志说,上海换了三任中共市委书记,韩正仍然稳坐泰山,可见,韩在盘根错节的上海官场中的重要性,现在是中共十八大新一届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但估计不会让他继续留在上海。 大事件,指出,受陈良语案影响,韩正试图出现波折。 但此人功力极深,他担任市长期间,上海换了三任市委书记。 储君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韩正正受陈良语案困扰,但习近平对他仍然放手使用。 于政生来了,韩正仍然稳坐泰山。 大事件,披露,韩正的去向中央本来有很多考虑,调到中央某部委,调到其他省当省委书记都曾是考虑的方案。 中央曾经对调到上海主政的于政生讲明了意图,等他熟悉了情况之后,即调走韩正。 但是,没有想到,对这一方案提出意义的,却正是于政生。 他明确向中央要求不要调走韩正。 相关评论认为,于政生这一表态给他加分不少,一来表现其搞五湖四海的胸怀,更显示了其老谋深算,具有政治智慧,让韩正留任,实际上给解决上海堆积如山的难题,防止积累的社会危机爆发,预留了一个缓充电,安全阀。 大事件强调,2010年世博的成功和世博后的大火,两相冲敌,韩正打了个平手。 但过硬的根基,以及其横跨团派与江系的背景,使他成为江,无都可以接受的人物。 因此,大事件判断,如果不出所料,韩正将以政治局委员身份转任他省,或者进入中央。 估计不会让他继续留在上海,因为届时,他已经在上海干满了两届任期。 后继及感谢,说来也是无巧不成书。 本书完稿时,正赶上中共建党90周年,在一系列大张旗鼓的庆祝中,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气氛达到最高点。 因忙于书稿,没有收看胡讲话,两天后才抽出时间浏览一遍。 发现胡所强调的人才观,既说出了真话,也掺杂着假话。 胡锦涛的讲话,用了很大篇幅,多达八百余字,大谈任人为贤,要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 因为中华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要看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 更要看能不能让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华。 这些虽然是官话,但大体讲出了真心话。 而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要坚持凭实际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 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赢者得利,以及胡锦涛所着重强调的必须坚持五湖四海,却是与现实极不相符的假话。 因为,纵观当今中国政坛,极大政治派系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当权执政者也并未来自五湖四海,绝大多数只来自两个派系或阵营,太子党和团派。 自胡锦涛执政第一天起,他就把五湖四海的佣人官变成了一湖一海,这个湖就是湖派人马或团派人马,这个海指的正是中共权力最高机构中南海。 本书的主角李克强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李克强的执政班底,说白了就是胡锦涛早已安排好的带有胡适印记的执政班底。 到十八大召开时,我们就会看到团派人马将会以群体姿态亮向中国政坛。 到那时,我们再回头看看胡锦涛的讲话,可能会有更多的感慨。 本书引用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和资料,还有学者、专家及媒体人士的文章和评论,在此致以诚挚感谢。 书中所引用的资料尽可能都注明其出处和来源,但因有些文章在网络中几经转载,难以辨清其初始来源。 如有错漏,特表歉意,并恳请来函说明,若有机会再版时,一定补证。 感谢大事件、杂志和明镜月刊,为本书提供的独家资料和内幕。 感谢明镜出版社和编辑为本书出版所给予的支持、鼓励和付出的努力。 相将于,2011年7月。